現在我命名以為塔江軍艦 陀江級後續艦艇今天在宜蘭下水 總統親自為第二艘塔江軍艦命名 陀江級巡防艦後續量產型 第一艘今天正式下水 可以看到它的船型比較大 而且擴大到700噸之多 上面不僅可以裝上熊二熊三飛彈 甚至連海攻三都可以裝上去 熊豪飛彈再加上海攻二 未來增加海攻三 加上超過三十節的海上高速航行 讓塔江軍艦成了台版新一代 火力與速度兼具的強大軍艦 後續艦第一階段製造三艘 未來持續量產 而在塔江艦旁的就是海軍新戰力 快速步雷艇 海上投放水雷 在敵軍航道形成重重阻礙 阻決中國量器部隊企圖上岸 快速步雷艇第一批四艘 2021年全數交艦完畢 那麼今天的兩艘艦艇都是具有高速的機動性 其中河江艦深獲國際的認同 快速步雷艇則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 海域港口等作戰地點的布置水雷的任務 由中科院所研發的自動步雷系統 更是世界局最先進的高效能裝備 國艦國造進入後續生產階段 總統親自主持接艦與下水 未來打造新一代國軍海上戰力 捍衛台灣海疆 好 那麼這個就是 今天高效能艦艇後續艦的首艦的下水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創夏兄 這個戰力如何 其實戰力怎麼樣 他首先他這次有個特別的是 他這次用的是加強版的鋁合金 鋁呢 加強版當然它有一些核金 所以它輕 輕 輕的話它的速度又快 它是雙體船 所以它吃水潛 所以它的這個叫做海上的 它是一個風群戰術 它其實剛剛你看那些造型是什麼 那是立宗是說 你在雷達上遠遠看的時候 它這麼大 但是你以為它是個小漁船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怎麼樣 然後它有雄二雄三 那雄二雄三在四五十公里之外 就可以打出來 尤其雄二還可以轉彎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它從哪邊拿 那它是什麼好處是什麼 什麼叫做風群 就是它不見得就在軍港 它在小漁港都可以出來 所以是完全可以去襲擊 共軍的軍艦 然後又把我們天艦一天艦二 本來是空軍用的 那個機對機的空對空的飛彈 用把它改良 變成是在上面叫海艦二 所以它其實出去的時候 雄二雄三是可以打它軍艦的 然後海艦二呢 是它上面的飛機 不管是殲-10 殲-11 殲-16都可以變成它攻擊的目標 所以它火力強大 而台灣其實一直在做軍艦 速度很快 前幾天我們的海巡艦 安平艦才下去 接下來我們也可能為了太平島 東沙島 那麼遠的地方 我們已經有磐石艦兩萬噸級了 那個是兩區登陸運捕船 那現在只要能夠做成的 所以現在可能可以做台灣版的福爾摩沙小航母 就是把這個壽面整個甲板 再把它弄得強化一點 到時候我們不是要買海鷹直升機嗎 我們不是有艦上的刺針飛彈 也可以去馳援東沙和太平 其實這裡面整個觀念 海版小航母 海版小航母 然後就跟美軍的 但是我們當然不是F-35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是有海鷹直升機 所以那是兩萬噸級的 兩萬噸級的 所以就可以到了東沙太平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去吃東沙太平的時候 我們以後除了磐石艦可以運捕之外 還有海版小航母 可以有個作戰的人力 其實你會看到這裡面整個東西 我會形容的是 美國剛剛過了2021國防授權法 裡面有個最重要的是 將來要出200億美金 叫做太平洋威懾倡議 就是美國要告訴你說 美國要重新掌回太平洋的優勢地位 那我們台灣這連續過來的話 其實叫做台灣海峽威懾倡議 就是台灣海峽上我們的海軍 雖然你中共一直像下水餃一樣 做那麼多軍艦 但是我們的人力和強度會起來 請教一下這個火力系統 我們都可以自己做嗎 熊二熊三都我們可以自己做 包含是接下來 還有蔡英文總統講的 14到19艘的福爾摩殺小巡防艦 那上面甚至於有在討論是海艦零飛彈 是把方艦快報改了 變成海艦零飛彈 然後甚至於如果再做大一點的巡防艦 鎮海計畫一直在討論 有沒有定案不知道 海攻飛彈也可以放到上面 可是你回去看有一個東西 是最重要一點 這個東西是什麼 當我們第一艘陀江艦做出來 花了力氣 陀江艦很辛苦 然後最後把它做出來之後 你就等於是穿破了一個 頭過身就過 我們就用這個核心的技術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安平艦 也是從陀江艦改一下 就陀江艦 因為我們有了核心技術 我們又可以做這個艦 然後我們接下來有 複合和摩殺小航母 好 排石艦我們做以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去 所以國艦國造這件事情 不是說你去買或什麼 而是你一定要自己掌握 自己從頭到尾摸索 你知道了這些技術之後 你就可以不斷前進 就好像我們台積電一樣 20年前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那時候 0.135微米的時候 大家在想說你為什麼要那麼笨 你為什麼不去靠英特爾 你為什麼不要靠IBM 但是張舟某說台積電要自己做 突破了0.135之後 接下來掌握了這個核心技術 所以你接下來24奈米 16奈米 5奈米 2奈米 1奈米 我要有領先 這也是跟我們這軍艦一樣 所以有時候 像原資裡面那個黨 其實每天在那邊做國艦國造 講一堆廢話 你就是要不要去支持台灣 重新的去做一個國防自主 就像我們飛彈一樣 我們從加百類飛彈 拿過來之後 天艦一 天艦二 天艦三 還天攻一 天攻二 天攻三 一直到雄一 雄二 雄三 你只要能夠願意花力氣 支持你 做出一個 我們就可以源源不絕 是 董老師 他是航母殺手 說這個是航母殺手 鴕江艦這一型 在我們台灣製造第一艘的時候 就已經是定位 他是航母殺手了 就已經是這個定位了 那剛才創下 所以這個比鴕 鴕江艦比鴕江艦大 大一點而已 大一百多噸 其實六百噸跟七百噸 這種船在軍艦裡面 它都算小船 算挺 算挺 都算小船 算靈活 它是一個近海作戰的一種武器 它特別適合 因為我們台灣海峽只有兩百公里 所以它特別適合在台灣海峽 以及我們台灣的周遭 那剛才創下講說蜂群 它有另外一個形容詞 狼群 它這種概念是狼群戰術 就是說 我們那麼輕的 又快 又可以逆中的 然後出來一群 就類似狼去補一個 譬如說野牛 飛那個 那個美洲 那個大野牛 可是七八隻 七八隻狼 圍著它 圍著它咬 所以說總會把那隻大野牛給咬死 它是這種概念 那當然用在這種軍艦 用在獵殺航母上面 其實也不用七八隻 兩三隻 因為我們一隻航母 你只要中了我們的這種 這種反艦的這種飛彈 中個兩枚 你那個航母大概就喪失作戰能力 所以說它是這種概念的衍生 所以說它對未來我們的近海作戰非常重要 還有更重要一點 就是因為還有前兩天的那個安平艦 它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其實是海巡署的艦 和平的時候它是執法艦 戰爭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我們的第二海軍 能夠結合在一起 所以說這個對增強我們未來的台灣的這種防禦 尤其是海上的防禦 是非常重要的